9798要变成台中,有点困难,而且还没中在我说当中啊 各位朋友,大家好,欢迎收看主天心看机下,气象看主天心啊 今天非常能,在台中还是很能,你看我的中心都晒了一阵感冒现象 因此,这个台中也有可能这样感冒了,你被这个风吹得感冒了 我们来看一下,它现在中间气要指98w,中间气要指10800炮,东西主持只有30 它走的方向,原本是走西北方向,但是它开始转向东南方向,然后再转向东北方向 所以这个系统真的非常混乱,它想像那个台中系统是比较困难,因为这边的环境很差 温度虽然开始有28度左右,但是它现在就在下降当中啊 现在后面的97w也是这样子啊,一直向西北走但是它的情况也是一来一叉 中间气要指数,加上个1900% 中子数30,所以它这个非常的微弱,所以要行为一个台中系统比较困难 因此,这个9798要成为台中,也还相当努力啊 但是啊,我们从这个红台地区端的预测来看啊,要做虚拟的啊 这个GFS约是认为啊,这个在关岛附近会另外产生两个新的一个低压 一个跟昨天预测的不太一样,它会一样朝向东北方向,但是要形成这个台中的距离 变低了啦,但是还有一个会慢慢从这里升起之后,往西经过这个达尔岛 进入暗海,这一带的发展空间比较大,这有两个系统一直在纠结啊 到底是东北这个或西边这个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热海风暴 所以我们来注意观察这个GFS所预测的这一个啊 两个系统,何时会成为一个台中系统,成为一个所谓的直气候台中旅游 还是都不会呢 请订阅收藏直转视频看一下,谢谢观看直转视频,拜拜 欢迎点赞,评论观观舞台,来到旧献献